我就打算就是幫媽媽還一個願 然後就買了下這塊地 然後再加上這塊地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爸爸 長眠睡在這裡 所以就變成是 可以爸爸可以守護著我們 媽媽就說你想跟我回家嗎 想的話 全部全部都 領養狗 但不送養 就是 我們就是從 一到我們這裡之後呢 他的一生 就會在這裡 我媽媽應該算是一生都奉獻在 狗狗這裡了 就是想帶你們來看這個祕密基地 對 對這個是在我10年前 然後為我媽媽買下的一塊地 因為我媽媽常常去 撿流浪狗 然後放在家裡面 可是當我們的家 已經無法容下很多隻流浪狗的時候呢 我就打算就是幫媽媽 還一個願 然後就買了下這塊地 然後再加上這塊地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爸爸 長眠睡在這裡 所以就變成是 可以爸爸可以守護著我們 然後我們又可以 幫媽媽達成一個願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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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因為那是一個夢想 因為我媽媽常常就是在那個時候 不管是 颱風天啊 任何的時機 媽媽都一個人騎摩托車 去餵養流浪狗 但我媽媽那個行為也不太好 因為相當的危險 就是因為這樣我才覺得 一定要幫媽媽買塊地 就剛好看中這裡 媽媽就說你想跟我回家嗎 想的話 全部都 所以浪浪看到我媽都覺得 看到她就剛開椅林一樣 哇女神 曾經這裡最高有到一百多隻喔 同時 同時 食物 哇 那個真的是一個月的開銷是 很可怕的 因為 每一隻狗狗要撿回來之前 都要先送到醫院去檢查 所以在裡面其實在早期 我們有分 很細的 有生病的狗 有每生病的狗 有有有有有有 對對對 必須的 這邊還有一個點喔 我覺得我們跟我媽媽 討論領養狗 但不送養 啊 就是 我們就是從 一到我們這裡之後呢 牠的一生 就會在這裡 我媽媽應該算是一生都奉獻在 狗狗這裡了 那我們現在這裡 一共有22隻 然後家裡還有15隻 這邊很舒服耶 還蠻舒服的喔 就是 有時候想說如果 這兩天啊 牠怎麼樣 沒有沒有 真的耶 我有一個主意啦 就是說 就是要讓狗狗游泳 或者學游泳 所以那邊是狗狗專門用的 泳池是嗎 泳池啦 泳池對我來說是敏感的 你知道我可能還要拆掉 喔不是這個問題喔 你敢說 沒關係 我那個是水池 不是泳池 對 好好好 走囉